好大的剑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紫英明明说过 这个地方不能靠近 可是这么重要 居然连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 听 这把剑又发出声音了 看来找对地方了 先进去看看再说 主人有命 穷华派一般弟子 不可通过此地 是石千锡洞里那个怪物 长得一模一样 不怕 反正这怪物害怕你的剑 快亮给它看 让它放我们过去 好 哈哈 你看这是什么 怕的话 就快快消失 主人有命 擅长者杀无赦 等等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你看你看 主人有命 擅长者杀无赦 你再仔细看看呀 喂 看来就算长得一样 不同的扶灵 寄会的东西也不同 它不怕天河的剑呢 这些灵的气很强 可见屈服的是个高手 这么强的气 即便一时消失了 过一段时间又会升聚而成 这就对了 所以这才没有其他人把守 看人家越来越想知道 禁地里到底有些什么 走 进去瞧瞧 有扇门 我推开它 芸公子等一下 这门 似乎是被法力所封 用寻常方法打不开的 法力 被孟礼一说 我倒觉得门上这个标志 像是对应什么东西 说不定就是开门的机关 可是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试试看 对呀 这块玉 哈哈 猜对了 上面的图案是一样的 瞧你得意的 不过 你爹留下的玉 居然能打开穷华派 进地的大门 越想越不可思议啊 呵呵 一定是爹在保佑我 让我来这里 进去看看吧 或许 真是云书保佑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一边冷死 一边热死 这究竟是什么怪地方啊 幸好里面没有 阵着可怕的妖怪 这里 和爹的墓室有点像 你们 快看 冰 冰里有什么 原公子 小心点 咦 那把剑 这个人又是谁 怎么会在冰里 此话应是由我来问 你们不知擅闯穷华进地 乃是重罪 师 师弟 师弟还会说话 这个人还活着 和我们说话的 正是他的生命 只不过气息很弱 少年人 你能否靠近一些 我吗 你的长相 果真 你可认识一个 叫云天青的人 他是我爹呀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我叫云天和 天和 天选星和 你娘 是不是叫素玉 对呀 到处都有人认识我爹 这次头一回 有人问起我娘呢 娘也是穷华派的人吗 你又是谁呀 怎么会认识我爹娘 无名玄霄 乃是你爹 和你娘的师兄 而你身上所携之剑 名为旺叔 与兵中的西河 正是一阴一阳的配剑 以日月之神为名 原本都归本派所有 旺叔 西河 云天和 半年不在房中 跑去哪里胡闹 守夜弟子也说 无人遇见离去 莫非是 禁帝 以他们的方式 闯去那里自然也不稀奇 真是太过胡来 你 你是天和爹娘的师兄 那我们应该称你为前辈了 但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老啊 前辈后辈 不过都是些繁文辱节 何必理会 我于兵中 不知外界年月流逝 只不过 看来容颜未老罢了 雪笑 你刚才说 这把剑是穷华派的东西 那为什么又会变成我爹传给我的呢 你可是不信 旺叔 西河 经久重逢 才会发出共鸣 想必你们也并非无缘无故闯入禁地 那便是最好的证明 不是 我没有不信 只是觉得很奇怪 再说 上回灵沙问掌门 他也没告诉我们 是你爹和你娘让你上山来的 不是 爹早就死了 娘也死了 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死了吗 他们都已经 都已经 我原以为自己常年于冰中 遭已心如止水 不想听到故人噩耗 仍是百感交集 我不小心闯进爹和娘的墓室 看到一些东西 我想知道他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跑来穷华派 哦 你在那墓中 所见为何 其实 要是灵沙不说 我也不觉得有多奇怪 那个房间里全都是冰 包娘的棺木都埋了起来 还有一块会发光的玉 那块玉 你们是否用它打开了禁地石门 对啊 就是这个 灵光早遇 想不到我有生之年 还能再见 人生百岁 终归尘土 当初我们三人一同修炼仙道 参营剑术 正当风华之年 如今 却只剩我一人 只剩你一个 但是 这儿冷到骨子里了 你干嘛一个人待在这里呢 云天河 你应该自小就十分未寒吧 进入此地 岂非度日如年 不会啊 我身体一直好好的 也没觉得这儿很冷 倒是爹和娘 他们都特别怕冷 这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什么 锦生 又有人闯入 今天可真是热闹 云天河 你们简直目无规矩 连禁地都敢闯 可是 师叔你不是也来了吗 岂有此理 既已来了 又何必大呼小叫 这禁地中 并无惊世骇俗之物 你是 我们也吓一跳呢 想不到这里会有人 玄霄他还是天河爹娘的师兄 玄霄 你 你是玄霄师叔 啊 师叔的师叔 师叔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哦 你是何人门下 竟富有韩月兵破所住的剑侠 弟子慕容紫英 曾蒙宗炼长老 传授武功心法 以及铸剑之术 宗炼 他如今过得如何 师公 早些年便已过世了 他曾告知你 我在禁地 师公并未说过 他只交代 若有生之年得见玄霄师叔 必要恭敬相待 师叔有任何差遣 不问缘由 弟子纵然粉身碎骨也要达成 我不过是个糟气之人 宗炼未免小题大做 无论如何 弟子自当谨遵师公之命 不问缘由 好 好 既然如此 我便吩咐你两件事 第一 禁地发生这种种事情 不必告知掌握 这 如何 令你为难 不 弟子听命 第二 其他几人闯入禁地 依照门规本应重罚 但我命你 不可追究此事 是 就是说不用被训 哈哈哈哈 你们闯入禁地已经很久 都回去吧 即便有种种疑问 也无需再提 只当幻梦一场 那 还能再来吗 云天河 你将本门禁地当成什么地方 不行吗 若想来此 改日再说吧 师叔 好 改日 哈哈 那个人 真的太奇怪了 怎么会被封在兵里呢 他 也许是个很可怜的人 我还从来没有感觉过 一个人的灵 像那样孤单 寂寥 简直像要把身边 所有的一切 都兵结了 实在太痛苦了 那 我们以后过来 多陪陪他不就好了 师叔之时 我们做后辈的 不必忘家猜测 倒是你们几个 究竟如何打开禁地石门呢 很简单啊 用这块玉就打开了 这玉哪里来的 是在我爹和我娘的墓室里找到的 就一直在身边了 紫英 你之前说 没听过云天青这个人 铁定是骗人的吧 玄霄明明说了 天河的爹娘 都做过琼花派的弟子 我确实不知 何必欺瞒 干嘛一脸严肃啊 你 你可别向杨凤英围 处罚我们啊 我已答应师叔不再追究 自会做到 时候不早了 你们几个回房去吧 险些忘了 还要送水给月牙村的人 怎么办 天都快亮了 不必去了 为什么 水灵珠又没拿到 对 我也要去 不必 我已命弟子 每日送足够的水和食物 给村民 村长留恋故土 不愿离去 但掌门又是心意已决 或许 妖解之事过后 他会愿意借出水灵珠 如今也只能静观其变 你们不要莽撞行事 小紫英 你是个大好人嘛 想得逼我们周全 那你刚才怎么不讲清楚 让别人误会 我只做应做之事 无需向任何人解释 也对 有些事只管做就好了 干嘛要说那么多 受不了 难开的就是粗制大业的 对吧 孟丽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不必在此多话 统统回房去歇下 先等一下 听其他弟子说 紫英你喜欢宝剑 还有和宝剑相关的东西 这玩意儿我一直带在身边 用不上也可惜了 不如送给你吧 九龙副司剑碎 哇 你果然识货 这确实是选了万年冰蝉丝 再用九龙副司的特殊手法 结成了剑碎 虽然看起来不是忠欲在外 但绝对是个好东西 如此贵重之物 唯有皇族方能吃饮 你如何得来 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你拿着就是 人说拜师有大理 才显得诚心 你怎么说也是师叔 我们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呢 雄华派乃是修仙清静之地 何来此等世俗规矩 何况此物贵重 我不能收 唉 就知道你是一板一眼的人 俗话说 宝剑配英雄 香花赠美人 你拿着不是刚刚好 不必多言 我已说过不说 哎呀 好嘛 那你就当帮着剑碎 找到原本相配的宝剑好了 我得到它的时候 只有剑碎 剑早就不知所踪了 要是能入归原处也算是一尽功德吧 我听说 雄华派堂剑上千 说不定其中就有那把剑呢 若是如此 我暂且替你保管 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本的那支剑 太好了 你既然能寻到剑碎 也算与它有缘 找到原本的配剑之后 若是掌门允许 我自会一同交付给你 给我 不用不用 你尽管留着 好了 统统回房去 若是错过明日早课 我定不轻饶 凶巴巴 不过呢 至少他把剑碎收下来 凌莎 我不明白 你不是说 别把师叔当成师叔吗 可你刚才又说 因为他是师叔才送他东西 笨 所谓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紫英拿了我的东西 以后就不太会对我们凶了 多少总要有点顾忌吧 而且据我观察 小紫英八成是那种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对付他 这招最有效了 我也是想 让往后的日子好过点嘛 哦 真难懂 嗯 也没指望你能懂 哎呀 回房回房 我都困了 嗯 玄霄 哼 感觉跟爹有点像 可是又不太一样 他以前和爹还有娘 一定很要好吧 后来为什么会被封在冰里呢 下回见面一定要问他 今天好清静啊 是不是还早 无人喊你起床 自然清静 啊 师叔 我 又起晚了 云天河 你一再不上扫课 更无悔改之心 今日罚你去撕返谷撕过 直至子时方可出来 要去一整天 那一日三顿饭怎么办 撕过便是撕过 岂能容你存有这些杂念 灵莎 你乱说 她算什么好人 你的配剑为何沾有杂陈 为何不擦拭干净 能用就好 反正一剑射出去 没射偏就成了 什么意思 平时如何使用这把剑 我想想啊 从小打猎 都是把这剑搭在宫上射出去 很好用的 这把剑很利 那些猪啊熊啊 一下子就 停 还有呢 剥兽皮 可以做成衣服被子 很不错的 还有呢 有时拿来砍柴啊 但不是很好用 剧木头搭房子倒是不错 刷刷几下 木板就切成了 我的树屋 就是这么建出来的 还有吗 剪发 剃胡子 切肉 削萝卜也靠它 还有用它把肉穿起来烤 可惜剑太立了 有时候烤着烤着 肉就突然变两半 掉到火里了 真是可惜 还有没有 总之好处多多了 最近遇见时也用它 但这剑太细 踩着不舒服 师叔 你脸色好差 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师叔 云天河 怎么了 你立刻滚到四反谷四过 立刻 好凶啊 为什么突然气成这样 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哎 无聊 天早黑了 什么思过 就是让人坐在地上发呆 你呀 抱怨什么呢 小心被子英师叔听见 罚得更重 怀术 玄机 是你们 怎么不是 你入门时间不长 丰功伟绩倒是不少 能被子英师叔送来四反谷的 你还是第一个 连我和师兄都忍不住 书亚来看看喽 第一个 这么说 我算很厉害喽 讨厌 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傻啊 玄机 别闹了 天河 恭喜你入门 自难以后 我和玄机也一直在忙 毕竟妖界之事 攸关许多人生死 大家都要严阵以待 所以拖到今日 才来见你一面 想不到呀 就见到一个落难的 这里好无聊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 依照本门规矩 此时已过 你可以走了 要不然我和玄机 也不敢来打扰 什么敢不敢 你们想来找我玩 任何时候都可以的 不和你说了 我和师兄也有好多事要忙 来打个招呼就得走 灵莎梦梨 方才都已经见过了 这么快就要走 你多保重 既是同门 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不再一时一刻 梦里 你怎么在这儿 灵莎呢 她不在房间里 不知去了哪儿 我 听说云公子被责罚 有点担心 所以才过来看看 我没什么的 没事就好 梦 梦里 什么 你这几天好像都不太开心 是 原来 还是很明显 我自从听说 要和妖界开战 便总觉得心里烦了 近日看全华拜其他弟子 却是大家都不清楚 不准处妖的实力深浅 若像十九年前 那场惨烈大战 你 我 灵莎 我们可能都会 梦里 你害怕吗 我不怕死 我怕的是 是 那种感觉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就像脑中有团影子 但却没办法看清是什么 我也不喜欢看见流血 受伤 不管是人还是妖 云公子 记得你说过 人和妖 都是一样 不是一定谁要杀谁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吗 是啊 人和妖 就算长相差很多 也不用一见面 就逗个你死我活吧 那样多累 我才不管妖界是怎样的 但他们不能伤害 我身边的人 尤其是你和灵莎 是除了爹娘以外 跟我最亲的人 我早就想好了 我云天河 我一定要保护你们一生一世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 也都要做到 云公子 你 其实 这些日子以来 和云公子在一起 我会觉得很安心 你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 总是那么磊落坦荡 我从小到大 最开心的 就是这段日子了 能看到许多风景 跟许多人说话 云公子和灵莎 都是很好的人 是最好的伙伴 我 我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也变了不少 有时候想着 要是又回山上一个人过日子 会不会不习惯了 好 很谢谢云公子 要保护我与灵莎 一生一世 我听了真的很高兴 只要云公子不嫌弃我 我们可以一起 你 嫌弃 怎么会啊 梦莉你 你话不要这么说 怎么了 你脸红成这样 没有 梦莉 我想先走了 奇怪 看到梦莉笑 心就跳得好快 气也不太顺了 是怎么回事 云公子 没 没什么 我 我离开一下 云公子 谢谢你 我看有的人就是不坦率 明明担心自己的失职 又只会在旁边偷偷看 怎么 怎么 喂 明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干嘛不把话讲出来 不坦率的人是你吧 什么意思 哎 哎 讲话又只讲一半 小紫衣 你不但是个冰块脸 还是个闷葫芦 总这么严肃干嘛 谨言慎言慎行又何错之有 难道人人都要与你性情相投才好 我可没这么说啊 要是你自己觉得开心 别人才没话好讲 可我见你每天守着规矩 眉头却又常常皱起来 你问问自己嘛 到底过得快不快活 你这话很奇怪 人生数十载 岂能事事都随人所愿 就因为人生苦短 不过得开心点 难道死之前才后悔啊 像是天河 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很胡闹 可又不知不觉羡慕他 说不定就该那样 才不算排过了一辈子 岂有这种道理 他那样不过是目无礼法 肆以妄为罢了 我修仙问道 为世间斩妖除魔 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想要的 又怎会虚耗一世 算了算了 和你真的说不通呢 你觉得好就好 真奇怪 有时候对着孟离 就会觉得头晕晕的 话也说得乱七八糟 是不是病了 可是有灵莎在的时候 又不会这样 不管这些了 玄香说改天再找他 现在应该算是改天了吧 好 哈哈 怀兽 你在做什么啊 有什么好玩的 啊 讨了 怀兽 有什么东西讨了啊 诶 怎么你脸上都是汗啊 我 我要做的虫子 被你金袍了 虫子 什么样的啊 什么样的啊 就是这个 我守了一个时辰 也才做到一只 虫子 这虫子 这么说 身上没肉 会好吃吗 吃 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煮来吃的 这虫子叫夏明 只有在穷淮派中 才有 山下是见不到的 见几日的玄机 忽然说他们的叫声好听 那我做几只给他 他 要送给子音诗书 师叔 他要这个东西干嘛 师叔 要不要到没什么 但若是不理玄机 他一定会每日缠着我 不肯罢休 那我来帮你 我这场捉虫呢 不如 你家其中觉察传说我一些 我再试试 刚才想用仙素把虫子定住 就是一碰就死了 你从长到大 都没做过虫子玩吗 惭愧 我又是在家乡 爹是个私俗先生 管教的圣言 是不许我和其他小孩子 一起玩闹的 什么 不能出去玩 这么说起来 你爹比我爹还厉害 你真可怜 你莫要误会 来吧 我帮你 多虫子不能像你那样 你等一下 我做个虫子先 好啦 好啦 这 下面一床为何我自己往里飞 呵呵 我在笼子里 放的钢花粉 以前在清暖风的时候 我也常常拿这个引虫子 看来 这穹玩派来的虫子一样行啊 一 二 三 一共三只 加上你做到的 就是四只 够了吗 够了够了 真想不到 桌虫也是一门学问 呵呵 不过的话 再来找我 我还帮你桌 其实还有很多办法的 多谢 没有你帮忙的话 我还不知要在这里 凌晨避迹 手上多久 我先回房去了 本门禁止入夜后 喧哗 所以出外 我 我是趁房里 其他人都睡着了 才出来的 哦 至于规矩就是多 你放心 你头发出来的事 我不告诉别人 咳咳 你也早点回房吧 我知道你玩心中 那不是性子 不过 今天才被吃书法去吃过 还是莫要再犯错了